为了保障家暴受害者的安全 加州州参议员于应良 在两年之前提出了 禁止房东不公平对待家暴受害者房客的法案 而且获得通过 现在他进一步提出参议院1403法案 希望将受保护的对象 扩及到老人以及成人的受虐者 律师指出 这种情况看起来 似乎房东的权益逐渐的减少 但其实房东在租屋之前 可以订定一个合理的租屋契约 以保障自己的权益 依照于应良提出的法案 凡是家暴或老人成人的暴力受害者 都可以不必依照与房东签订的租屋合约 而提前解约搬家 以避免施暴者因为知道被害人的住处 而再次施暴 这样的法案 希望对于受虐者提供全方位的保护 但站在房东的角度来看 则可能认为权益受到损害 对此 律师建议房东在拟定租屋合约上 有些条件可以考虑加入以保障自己 没有所谓的标准化 每一个合约都可以 你另外再去跟你的对方去拟购血 就算是一个平常的一个住家的一个合约 也可以 至于房东在挑选房客上 有些条件与法 房东是可以要求查看的 但有些则不可以当成是否愿意租屋的条件 房东的话 他当然可以针对着这个房客的 金融的这个能力 他是不是可以有这个能力来付房租 那么查一下他的这个金融的背景 查一下他的记录 是不是有这个什么刑事案 就是一些合理的规定 那房东是可以要求的 性别 种族 宗教 国际 一般的这些规定的话 房东都要遵守 律师表示 当房东与房客出现纠纷时 两造对簿公堂 对于金钱以及精神 都是非常大的损耗 若有纠纷时 先利用协调中心来避免官司缠送 也是一种较为快速 而且省钱的选择 选择